我来感受一下零下13度的空气 感觉就吃了一个超强的薄荷糖似的 从来没有在这么冷的户外待过 实际上在地图上我看这个山是能开车直接到顶上的 但是打Uber他怎么都不知道我定位到那顶上 现在我只能自己爬上去了 本来原定今天早上要来爬这个山看日出 但是你走这天没气 登顶成功 爬着还挺累 爬到山顶刚好下雪了 实在太幸运了 今年的雪本来就少 没想到还能赶上点 这个山顶观景台平时应该直接可以开车上来的 但是可能由于大雪封山 我看那边把路都拦上了 开车直接上来可能舒服一点 蒙特利尔的建筑都长得特别在线 特别的古老特别漂亮 尤其是这种小红房子 和雪搭配在一起简直太好看了 小红房子小白底 超红房子小白底 超级可爱 我这就应该是个大学城 人家牌子上写的我也看不太懂 都是法语的 但我感觉我记得在地图上 我曾经看到这个皇家山下是个大学城 大家好都在匆匆忙忙的走着 去上学去上班 感觉这带圆环还挺难拍的 而且我也没有超广角的经手 机位没办法再退了 后边是个施工工地 先上去看看吧 人这是个地暖 一点鸡血都没有整个广场 都冒着烟 绝了 这个圆环通过前面的地面的反光 是非常漂亮的 还能看见远处的这些建筑 然后还有远处的山 现在拍就只能把这个雕塑给带进来了 小企鹅小北极熊也蛮可爱的 这个Tim Hortons果然名不虚传 满街都是店 街上人也都拿着小红杯子 而且一杯很便宜 两块多 今天来一杯 本来觉得蒙特利尔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随便走一走就转完了 结果三小时了 我还在这一个区域转移 太多漂亮的建筑了 每个街区我都在这转好几圈看 感觉时间都有点不够用了 而且今天到处都飘着小雪花 像童话一般 刚才那边那个人就跟我说 这个叫Sun Life Building 有英文的简直了 1933年的建筑 这个区域太漂亮了 强烈推荐大家如果来这的话 来这个区转转 全是老建筑 超级美 而且街道太宽了 人家街道上怎么都没有围栏啊 太爽了 每个车站都有这么一个小亭子 进来先避避雪 这会儿雪还挺大 很多楼前都有这样的一个烟灰根 看来这儿抽烟的人挺多 感觉加大的人好像都挺惊动的 我看他们都穿挺少的 再看看我 李三层外三层 微博 全套 这个博还是好用 在城里也好用 反正只要是走的多的话 我都很喜欢这么用 把相机放在前面 走的时间长了 把这东西后背它 放在前面呢 可以平衡一下 前后的这个重量 这样后背呢 不会觉得负担特别大 而且有雨雪的天气 这样带最安全 而不拍的时候我就收起来 别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湾本身它也防水 昨天晚上我就看它孤独的在雪中站着 怪可怜怪冷 怪吓人的 雪落在前面镜片上 千万别吹 雨雪天我都肯定会带这个优微滤镜 就不用担心 雪或者水进入到前面的这个镜片里 就算是雨雪在这个滤镜外边 也没事 然后呢我就直接把这个相机 放在包里 完全不用担心 甚至于镜头盖都不盖了 开完回到酒店之后 还是要注意及时清洁 把表面的水和雪 及时的给它擦干 这相机的长时间维护和保养 还是挺重要的 现在在欧破这个位置 转一转 看看这边都吃 看见店里边都是相机 偷偷拍 这边都放在这里 蒙特利尔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干净 空气很干净 很清新的感觉 街上也特别干净 没什么烂串八糟 什么破墩子破篮杆什么的 超级的干净 简直就是眼前很开阔的感觉 这是人家市政厅蒙手 啥也没有 没有围栏 没有石墩子 而且感觉街上好安静 没有人乱按喇叭 也没有其他的声音 我今天都没有用麦克风 收声就是Pocket 3本身自身的这个麦克风收声 我感觉好安静 周围都没有什么人在这嚷嚷 有人大声说话 那很少 他也在这儿逼雪呢 甚至很冷 风很大 真的我这一路 我这感觉 我这感觉他们这个路都是坡起的 太具有挑战性了 这二人开车技术肯定都倍儿霸 层层的好家伙 现在一月 还有零星一点过节日的这个气氛 还没撤干净呢 我准备找点东西吃 今天还得早点休息 因为明天一早还要坐火车去另外一个地方 街上餐馆 感觉都没开 不知道是关门了还是没开吧 昨天晚上我就没找着正儿八经的餐馆 得嘞 我得赶紧去吃饭了 要不然又没饭吃了 这地儿关门太早了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追光笔记 我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下一期咱们还接着一块儿出来玩呢 拜拜 拜拜 下期见 街上车真少 满街都是停车位 这儿吧 哪都挺好的 唯一一点让我实在接受不了 就是这餐馆关门太早了 昨天我七点下火车 所有餐馆都已经关门了 然后刚才我在Google地图上搜了一个街 走到这儿 刚五点 Google地图上写着它六点关门 我想七天一小时应该没问题了吧 到哪儿呢 弄扫地呢 刚才说关门了 我说不是还没到六点呢吗 他说啊 买卖戏 先关上了就 我去还能这样呢 我真是福了 我这上坡天坡的 走起来就疼累 还带着雪好掉 好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